我們現在只要是綠燈嗎 哎呀好飛啊 日子 喵 跟多久 從學校門口 從國小到現在其實沒有自己走回去 我們家裡他的學校大概十分鐘左右 他國中跟我讀同一個國中 我們以前一直這樣走回去 只是他因為眼睛的關係 可能我媽不讓他放心自己走 不過今天就是要讓他體驗自己一個人走回家的感覺 然後我沒有跟他講說我要來找他 我就在旁邊偷偷看他 默默的護送他回去 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日子出來了 其實他應該是知道路的 只是過馬路怕他危險 因為他過往路他 沒辦法知道現在是紅燈還是綠燈 這是我覺得 視障的人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要聽聲音 可是如果有闖紅燈的話 那我想要想看一下聲音 如果有人闖紅燈的話 那這樣他們就會以為是綠燈 這樣也不好 怎麼辨識我就好遺憾 他現在應該很緊張 走路很僵硬 很僵實 我希望這樣跟著他 路人是不是也是怪怪的人 其實啊我跟我媽都覺得他可以做到 只是難民還是會就是擔心 所以啊還是要跟著他 現在要準備過第一個馬路 他有20秒 他到底會過這一次呢 還是過下一次呢 我們看下去 他一定很緊張 說真的他好像沒有自己過馬路過 他現在知道是綠燈嗎 他一定很緊張 三公 三公 我過第一個馬路了 他超緊張 他屁股整個都加緊的感覺 他會不會根本沒有在看紅燈的綠燈 一通直轉 管他了喔 那綠燈就走就對了 他會不會這樣想 我現在過第二個馬路了 他很緊張 哎有吃一大把苦 他剛才停到車他就停下來 他就要走這邊 哇哇哇 困難的啊 這大狀況 我覺得啊 瑞晨很幸運耶 只要走到路口 就綠燈 沒有遇到紅燈耶 太lucky了吧 馬路了 第三個馬路 馬路路路口 他真的停下來 嚇死我了 他是要瞧他的殘骸 然後回頭看一下 他應該沒發現我吧 他快走到了 他快走到了 成功了 啊我要過去跟他相認喔 好緊張 然後 他應該會先打到他給我媽吧 你看他又 他從這個路口又 又一燈耶 走到了 好啊走到了 走到了 過去了 位子 喵 跟多久 從學校門口 你完成了耶 你成功了耶 我想都一直走得還好 啊你會很緊張嗎 會啊 沒感覺啊 真的嗎 緊張什麼啊 就是過馬路不知道是紅燈還是綠燈啊 我看也沒有車 我就想要走過去 啊如果他是紅燈 然後結果是沒車耶 然後又開車就出門 然後又打我 GG 欸好像過去好像都綠燈耶 他很幸運三個都是綠燈 等一下你該不會再一整集都拍我走路啊 對啊 那今天呢 瑞子的什麼 自行回家 瑞子自行回家的任務大成功 喔